Hello 大家好 It's Ja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是现在市面上非常火的一个美容仪 童言玄契 就是Tripolar Stop 那这款仪器我因为已经买了很久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拿来聊一聊 我是去年双十一的时候买的 到现在也用了快一年不到了吧 我虽然不是像说明书上说的 什么前一个月每周用三次左右 然后之后每周一次来保持 我就是最多一周用一次 或者可能两周才用一次 你把它作为急救的产品用也是可以的 用它的感觉是即时效果还不错 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你看镜子里面的自己 或者苹果肌的地方就饱满了很多 然后整个脸 特别你如果皮肤比较松弛 肉比较多的人呢 就本来这样的 然后第二天就提上来了 这个效果是真的很神奇 那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美容衣 比如采光型的美容衣 比方说微电流的美容衣 它主打的是 就是提拉颈致脸部的线条 那摄瓶美容衣 也就是 揣破了它们家的一个技术 它是加热你的皮肤的真皮层 然后来促使皮肤胶原蛋白的一个紧致 包括也会产生新的胶原质 来使皮肤变得更年轻 以达到一些去皱、紧致提拉、去腹肿 甚至收洗毛孔的效果 关于这个仪器呢 已经有很多大V写过它的作用原理了 比如说K-DA 比如说延安糖 那我来引用一下K-DA的话好了 它说 摄瓶的原理是 加热作用 导致胶原的缩短 活化作用 使胶原产生增加 加热皮下脂肪 促进脂肪分解 然后热能促进淋巴循环 那摄瓶仪器一般分三种 是单级、双级、还有多级 像单级摄瓶那些仪器 它的一个穿透作用比较深 然后效果 单次的效果也比较好 但是它比较容易就是引起皮肤的一个烫伤 然后也是会让皮肤会感觉非常的疼痛 那作为家用的一个美容仪来说 是双级的或者多级的摄瓶 一个是比较温和 效果也是还是不错 并且不容易自己操作 不容易烫伤皮肤 那Tri Polar Stop用的就是一个多级摄瓶的原理 还有更多的偏科学方面的知识 我会把K大和远安堂的链接放在我的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好了 来介绍一下它如何使用 这是它的一个插头 然后它们附赠了很多就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插座 你都是可以换的 然后它有三个档 高档、中档和低档 官方建议是第一次使用从最低档开始 然后你可以如果皮肤适应的还不错 你可以加到中档 然后再到高档 我自己使用这款仪器 一般是直接开到高档 然后接着我会做一个它如何使用的demo 会对比它的一个及时性效果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请继续往下看咯 我们先用它配套的凝胶来打一个底 它这个凝胶的官方说明是薄薄的涂一层就好了 所以这个凝胶的用量其实是非常的省的 好了 好了 然后我会把仪器开到最高档 HIGH这个位置 拔掉 这边有一个开关 按一下 这里就会亮绿的 这个说明是要在皮肤上缓慢的打圈 可以看到我这边的皮肤都红了 因为它要去加热那一边的皮肤 你可以在脸上缓慢的移动 最好是一个区域等它亮红灯了之后 然后再移到另外一块区域 但它一开始的时候皮肤的升温会比较慢 实际上我肤感已经觉得很烫了之后 它还是没有亮红灯 我们就等它亮红灯吧 看到没有它已经亮红灯了 然后再按摩几秒 然后再移到下一个地方 我看到有女生说 如果你想要法令纹这边变浅 你不要在法令纹上画太多的圈 你反而要在苹果肌的位置都画圈 因为这样苹果肌提升起来之后 你的法令纹自然就会变强 我先做右半边脸 我们等会来对比一下两个脸有没有区别 我建议在脸部打圈的时候你可以开到高档 但是如果你打圈到眼下眼周 以及嘴角周围的话 最好是把它调成中档 因为我的皮肤比较敏感 我已经会觉得眼周用高档实在是太疼了 所以这点可以注意一下 好 我们继续打圈 好 我现在右半边脸的小范围打圈已经结束了 然后现在就是开始大范围的打圈 以及这样子做平啦 好 我们现在来凑近看一下左右两边脸的差异 你们觉得有差吗 我觉得还是 我镜子里面看还是挺明显的 就是这里法令纹减轻了 然后肋沟 肋沟这边要严重很多 这边就会好一些 然后整个脸这里的线条流畅一点了 有效果吗 好 我们现在把另外一边脸做完咯 好 现在全脸都做完了 我先去洗个脸等会回来 现在洗完脸回来啦 给你们静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面部情况 我觉得它对于苹果肌的提升 还有毛孔的收集 以及法令纹的淡花 都还是有不错的效果 就只是即时性的一个使用效果 那我觉得到第二天的时候 它会效果更好一点 那我使用下来 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款仪器 觉得这个仪器还是非常值得的 它和人民币差不多 三千左右的样子吧 嗯 我觉得投资一个美容仪器 这个价位还是比较合理的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嗯 喜欢这支视频 它对你有用